我們已經把似乎馬達還有LED點舉證封明器都做好了 我們來測試一下 那如果你剛剛的你要保留 你就留著 各位還記得我們有一個叫做載入這個嗎 有一個叫做載入範例積木嗎 有沒有 昨天有用過對不對 右上角那裡 載入範例積木 按下去有沒有似乎馬達的 有對不對 但是請不要按左邊喔 各位記不記得我們講過按左邊 跟按加號有不一樣的效果 左邊的是會把你現有的積木就覆蓋掉 這裡的話會把它的範例是不是加在你的後面 所以我們要用右手邊這個 加號的 這樣才不會把你剛剛匯進來的覆蓋掉 對加號那一個 加號那一個 所以 點到它 四五馬達 按一個加 有沒有發現你多了一個東西跑出來了 在這個 載入範例積木這裡 旁邊有一個加號 加完了之後呢 我這邊其實 事實上這裡我可以不用了 那你們的就 你要 就把下面這個拉上來就好 因為開發板我不用嘛 我們現在開發板是已經有了 對不對 你要的是什麼 下面這一段啊 它不是一個設定四夫馬達 然後顯示什麼的嗎 對不對 我要的是這整串 就原本在它下面這整串 你把它拿出來 丟到上面去就好 你要丟在這裡我也不反對了 就你原本的下面 這樣會不會了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的積木借用過來了 那這個不需要的我們就把它丟到垃圾桶 好 所以這樣子之後 你們加的 可能就是你原來的 再加上它下面這一段 這樣OK嗎 各位進來了之後呢 可能要麻煩你做一件事情喔 因為我們昨天的話 假設你有穩搭 它就是我們昨天的那個 LED點矩症 我們不是用那個 LED點矩症 你有用遙控器嗎 好像沒有喔 那就沒關係 如果你有用的話 那個 有 按鈕的部分就不能用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剛用的是 你來看一下 網頁的互動區域這裡 要麻煩你把它換成拉霸操作 如果你沒有出現網頁互動區 請問要去哪裡找 是不是上面有一個燒杯 你把它換成這個 因為這樣就可以用拉霸操作 其實我們遙控器裡面也有一個拉霸 也有一個拉霸 所以你把它換成拉霸的這個操作 那現在就可以測試看看喔 你把你的 Device ID你可以打在什麼 那個閃電那邊 閃電那邊你可以先試看看 看有沒有正常連線 為了地方要麻煩各位改一下喔 它不是10喔 我們載進來是10對不對 我們剛剛用在哪裡 是不是在0 不要忘記了 那開發版 你也要選對喔 開發版要選對 好了之後你可以先測試一下 在這邊 你 因為它用的叫做拉霸控制 你看我們這樣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樣可以拉動可以轉動 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轉不動 轉不動 轉不動可能就要檢查一下 看看線有沒有接錯 第二個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如果你的那個 USB的電源 因為有些我們接到Notebook的 或者你的那個行動電源 可能電力上會稍微比較不夠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們的LED點擊證也在亮 所以有可能電力不足也有可能 會不會動 不會動 那就來檢查一下囉 所以你可以稍微試一下 那 到底哪一個角度才會是什麼 才會是OK的 因為我們剛剛在這裡 壓下去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這樣 這樣子是180度嗎 不是對不對 有沒有 你剛剛我們壓這個 把這個壓下去的時候 你不是隨便找一個角度嗎 那你現在比如說像我現在 我把它拉到90度 好90度 我覺得哪裡是90度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這個方向是90度 你就把它放在這邊 了解 好 那我往這邊 有沒有就往這裡走 然後呢回到90 我往這邊 往右邊 超過90 就往那邊走 好 但是它角度可能會差一些 所以你可以 就是你建立各位 不要用手去強把它轉 雖然我知道這樣很有療癒感 因為 但是這樣這個馬達會壞掉 你就把它拔起來 有沒有 這個把它拔起來 這樣有沒有拔起來 然後你轉到 自己 旋轉到正確角度之後 再把它壓下去 千萬不要這樣子 直接在裡面這樣轉 因為它裡面是那個塑膠的 所以你這樣轉 其實那個 轉軸很容易就會磨損掉 這樣OK 你找到你覺得 適合的角度了 我就把它壓下去 好 那你先試看看 有問題的我幫你看一下 有問題的